面对都美竹给吴亦凡24小时的最后通点马上到来 吴亦凡沉寂一天后最终选择了迎战 并且针对近日争议比较大的移情事件进行了十点澄清 最值得网友注意的是吴亦凡开篇画重点 扬言至今为止只和都美竹见过一面 这句话的火摇味口味相当浓重 而且吴亦凡还在声明中附上了两人之间的聊天记录 这个聊天记录其实亦在揭穿刘美丽同学之前爆料的冷暴力事件 从吴亦凡的重心中可以看出两人并无太多瓜葛 而在此后的一个聊天记录中 吴亦凡更是指指都美竹口中的灌喝酒 纯指捏造 随后吴亦凡工作室又晒出都美竹的发疯威胁邮件 文中声称都美竹并没有想把吴亦凡像罗志祥一样搞臭 只是吴亦凡的回应和做法让他咽不下这口气 可怜的是啥也没干的罗志祥在此无骨躺枪 随后吴亦凡工作室又晒出都美竹所要剧款的聊天记录 搞笑的是双方之间排出价格进行了讨价还价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聊天记录90%都是都美竹在说话 其中还有一个疑点就是吴亦凡只和都美竹见过一面 为何又把所要的金额最终定为300万元呢 这300万元的背后又是代表着什么故事呢 接着又说吴亦凡的母亲因为不堪忍受其骚扰和威胁 先后通过吴亦凡和自己的账户向都美竹打了共计50万元 试问既然开头就严明就见过一面的人 为何面对骚扰和威胁的时候没有选择报案而是屈服呢 最后吴亦凡工作室表明都美竹的聊天截图戏伪造 而且都美竹的退款去向也并没有收到 并且扬言已经启动了追责程序 就这样沉寂一天的双方正式选择了开战 此刻不得不联想到郭麒麟被实锤的消息 不知道两者之间是否有某些相似之处 不过人家郭麒麟啥也没干就让爆料道歉了 不知道吴亦凡有没有人家郭麒麟的运气啊 更为搞笑的是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 吴亦凡事件本来就已经够吃瓜的了 谁知道虎夫突然之间刷了出来 并且一天连更数条声明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吴亦凡的看法 既然吴亦凡选择了迎战 相信他的手里也一定有很多拿得出手的东西 翻不翻得了身目前尚未可知 就是不知道搞钱给吴亦凡下了最后24小时通牒的 东美竹接下来会不会全面爆破 我感觉面对东美竹的长文讨伐 吴亦凡这篇澄清依然厚精不足和论证不够 不过24小时马上就要来了 不知道东美竹面对吴亦凡的前面迎战又会做何动作呢 不过不管东美竹后续将会做何动作 吴亦凡的损失可以说非常巨大 甚至吴亦凡这次的绯闻都已经穿出国门 并且吴亦凡的那个外号已经成为了大家的话后谈资 不过 虽让吴亦凡的担心的事情还是网友对他的看法 可是就在这篇澄清声明下的评论 估计已经让吴亦凡被感担心的了 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大多数品牌方已经和吴亦凡解约 这背后涉及的损失和赔偿更是偏文数字 而面对吴亦凡的反击 东美竹今天仅仅回复了几个次 这个世界怎么了 从中可见他所面临的压力和无奈 如今吴亦凡事件已经越演越烈 估计随后将会迎来最终的审判 到时候谁说假话都将面临最严重的结果 而对于目前双方的陈词来看 你们更相信谁的话呢